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六月份 我们再次的有这个线上的联合的这个祷告会 在这线上联合祷告会的开始 我们是一起来试想上你的话 以这个激励我们来更深的进入更深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跟大家传讲的一个信息 就是要专心向主求智慧 要专心向主求智慧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需要追求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这个学问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第四个 第四个工业革命的时代 我们讲到的就是要用这个自动人 这样一个年代 是的我们需要更有智慧型的各种的手机 我们需要智慧型的物质 我们有各种智慧型 就是科技性的这个生活的模式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还有一种的智慧 是我们只有从神 那里我们才能够寻得的 那就是得到上帝给我们一种行动 一种得胜道德的这个力量和能力 我们要向上帝来装寻 来寻求 圣经告诉我们 第一方面 它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 这里讲到就是说在我们中间 什么人中间呢 我们看到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 就是这个求其教会的领袖 他向那些分散在各地 十二支派信耶稣居人 他一方面要鼓励他们 使用喜乐和奸人来面对大失恋 然后他说你们可能会遇到 当你们要有这个忍耐到底 依靠神的时候 可是你有时候会觉得无能为力 我们到第一时代 他们到很多方面的压力 无论是正式上的 逼迫他们 信耶稣可能要被砍头 第二方面 有这个异端 我们知道诺斯蒂主义的这个信息 叫人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不过是幻影 有许多错误的教导 他们遇到的问题 包括内在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的软弱 道德上的软弱 所以把这个耶稣的弟弟亚格写这个书的时候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 常常我们讲说 讲的是天下无地 做的是无能为力 我们讲圣洁是哪来唱的 还是哪来真的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真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懂的大概我们都不能做 我们要做的大概都不是能够我们做 所以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缺少智慧 就是道德的能力 那个行上的能力 那个过圣洁生活的能力 所以他说 如果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做什么 第二方面 应当求那厚此以众人也不施责人 所以第二方面给我们看到 当你感觉到你很软弱的时候 你可能你在思想上 言语上 行为上 爱心上 清洁上 情绪上 你常常感觉到你有许多的无助 你感觉到我知道要行 但是我做不来 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 他会很严厉的对我们 以至于他不会管我们 不 我们的主意方面真的是公义的 是不可侵犯的 可是他是一个常常慈爱的 他的慈爱总比他的刑犯的 他的恩典总是比他的刑犯大 所以你看如果得罪神的人 要惩罚三世代 那么如果是敬畏上帝的 上帝要赐他们千代 这不是说我们一定不信主的人 得罪神的人 三世代一定遭殃 不一定 他主要要讲的就是 上帝的慈爱 总比他的刑犯大 所以我们要讲我们的主是施慈爱的 如果一个爸爸 他是很严肃很严格 从来不听我们说的 我们就觉得不需要讲 讲的没有用 但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 却不是这样 当我们感觉到 我们和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 说主啊我无能为力 我在这方面无能为力 曾经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过 从前关心一个 这个一个器友 我感觉很反感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呢 不应该反感 我们应该用上帝的爱来爱他 但是我爱不到 所以我就祷告我祷告祷告 上帝就给我力量去爱他 所以我一样用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 缺少智慧专心向神求 上帝就给我能力 即使是今天 我遇到任何的人事物 带给我很大的压力很困难 我觉得几乎没有办法来解决 但是我寻求主 我淡淡的寻求主 我就发现上帝会转化 我的思想 我的原意行为 清洁爱心 信心盼望 悔改 生命 情绪 我就都觉得有盼望了 在主里面真是有盼望了 各位亲友 祈求姊妹 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相信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 是施塞的主 最后呢 圣经教导我们 不但要感到自己 缺少智慧 到没有这种能力 我们就会专心的 我们就会来认识我们的神 祂是不长久 这个发怒的 这个是良善的源头 这里说厚赐于众人的 也不自责人的 那我们 祂要赐给我们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有个态度 我们就要专心的求 一点不拟 如果我们说 哎呀 我这样祷告 上帝会不会听啊 你一边祷告一边疑惑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专心 相信神一定可以改变 在人不能 在神方式都能 虽然我们人 不可能达到完全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目标说 我们基督的完全 就是我们更深的爱神爱人 靠自己不能 但是靠上帝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 专心祷告 我们不要一边想 这样 然后一边又想 有些人说 我们 如果我们怎么样子 疑惑的 就像海中的风浪 怎么样 这个破烂 被风吹动 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 得到什么 心怀恶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没有定解 我们不要心怀两个月 我们就是专心 单一地信靠我们的神 神必给我们出路 神必指引我们前面的路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们 紧接下来 请大家就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 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特别让我们能够有 上帝给我们的力量 去爱神 去爱人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引领我们 所以第一方面 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 这礼拜是圣参主日崇拜 也是圣上一主日崇拜 也就是我们圣灵 降临节后的第一个主日 五旬节后的第一个主日 是基督教说 一个欢庆的日子 神给我们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经历上一真神 我们特别传道会 从真言书的第一章 第二十节 讲到三十三节 特别看到 智慧 紧记的 紧急的呼吁人 对人的紧记的呼吁 就是我们能够悔改 能够转向神 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 我们请大家 鼓励更多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只要你谦卑在主的面前 你都会有所领受 第二方面 为我们教会的各种的 献上的聚会 来祷告 我们很感谢主 特别看见神 带领我们的教会 慢慢更多的团体肢体 都响应 有推动献上的聚会 那我们也要第三方面 围着我们各种私下的光怀 让我们教会充满主的爱 充满主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 第四呢 继续为国家 跟全世界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蔓延 这个求神来克制 求神来带你 这时候 我就带领你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家人 进行这个家庭的祭堂 有一些的祷告的时光 你能够反映 给我们的群组 有一些记录 让我们知道 大家的参与是如何 这时候我们也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求你赐福 与所有参与这线上 祷告为了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地方 跟我们的家人 或者透过网路 与弟兄姊妹一起的 来分享祷告 都求你赐福 我们谢谢天父 听我们的祷告 必引导 必赐福在我们中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就请大家使用 我们已经传在线上 群体当中的 家人祭堂的 这个祷告的资料 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是用 SARRI 华人联会 这个辞呈怯明 博士 就是现在牧师娘 所编写的 家人祭堂的材料 还有传到 给发给大家的 祷告的事项 愿意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